远方的家设置组曾经在2015年 拍摄长城内外系列节目时 来到辽宁省复兴市 复兴是全国文明的玛瑙制度 玛瑙资源储量丰富 占全国储量的50%以上 这几个标本就摆的全都是 复兴市地产的玛瑙 可以说复兴市号称中国的玛瑙制度 不光它是个名 而且地域的特色非常的明显 红玛瑙 紫玛瑙 绿玛瑙 蓝玛瑙等等 这么多种类 我只是摆了一部分 还有其实我们每个乡村所产的玛瑙 都极具地域特色 可以说中国的玛瑙制度是名副其实的 这其中有没有特别有特色的 哪个最能代表复兴的玛瑙 这个七彩玛瑙 就是我们复兴玛瑙王的料理的料肉 在这一块料有这么多种颜色 而且它的分界线又很清楚 如果要是用机器把它切开的话 就给别人看 没人相信这一块料能出现这么多的色 另外这种火炎玛瑙 大家都知道 这个玛瑙是火山岩岩的产物 那么它在流淌的过程当中 突然间遇到了水 马上就冷却了 就是流动的那种力量 和燃烧的火炎的特点都保留着 曹老师告诉我们 位于复兴境内的 7600年前的茶海遗址中 就出土了用玛瑙打枝的刮销器 辽戴复兴的玛瑙业就已十分发达 辽木中出土的玛瑙酒杯 玛瑙围棋 项链等 质地上乘 造型优美 工艺精湛 令当今一人惊叹 清朝宫廷摆设的雕剪 以及所用的玛瑙事物 大多数取杀于复兴 甚至加工于复兴 作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 中国高级工艺美术师 曹志涛从事玛瑙雕刻已经40多年 一块块的玛瑙原始 在他的手中变成了一件件 有生命的艺术品 在这原料当中 我们复兴地产的原料 就和其他人就不一样 比如说这种是紫玛瑙 但这种紫应该是有点像 葡萄皮 黑紫黑紫的 对 葡萄熟透的感觉 像这种色泽是上层的色泽吗 上层的 上层 那你看这一种 这种这就是复兴玛瑙王的料 它这种料的特点就是 冷暖色调交织到一起 阶线分得很明显 而且它这种色彩的变化 又让你不好去掌握它 这种料一般人不去运用的 很难设备 像这个 这是红的 还有粉红色的 这一湿人嘴巴 大家就感觉很明显的阶线分别 这些玛瑙原始 都是曹老师在附近农户家里选购到的 复兴玛瑙不仅色泽丰富 纹理规理 品种齐全 而且质力优良 曹老师说 玛瑙属二氧化硅的胶体溶液 是火山岩练系或空洞中 一层层以圈圈沉淀而成 由于每一层所含的微量元素不同 所以呈现不同的颜色 有千种玛瑙万种羽之说 其花纹形态千差万别 品种繁多 你看这块这个S型 包括这一边 如果要是从这里 圈一条线的时候 它就 现在就可以看着一个太极图的 太极图那个阴阳 阴阳鱼 对吧 那么这一边呢 我也有个构词 把它做一个老子 曹老师告诉我们 玛瑙具有多种天然色彩 和条带花纹 是雕刻的理想材料 支撑一件精美的玛瑙玉件 要经过悬料 包皮 设计 除雕 细雕 抛光和配作等七道工序 这就简单的用铅笔 在这个料上勾勒 打一个草稿 先打个草稿 完了再用那个墨笔 把它定稿 你比如说 现在它这里有一条黑色的线 就是原料本身的里面 嵌了一条黑线 对 这黑色的线 如果做太极的话 那么我们就想到 第一点就想到是老子 老子是道教的创始人 那么太极是阴阳 在全世界可以说 最完美的图案 就这个太极的阴阳鱼 那我现在就想把这条黑线 运用到这个老子的面目上去 玉雕需要丰富的想象力 和一定的绘画功底 父亲的玛瑙雕刻 有着巧 翘两个特点 巧在于创意大胆 构思奇巧 巧夺天工 而翘说的是 能充分利用玛瑙天然翘色 纹理极致感 所表现的人间万物的栩栩如生 曹老师在原石上 作画设计好后 就可以进行初雕了 在我们雕刻的时候 设计本身要考虑 原材 就是原料色的走向 在雕刻的时候 下工具的角度 也要再考虑这问题 不然的话就容易 把这活做废了 其实 玛瑙雕刻难度不小 因为玛瑙的硬度 为末世七度 可与翡翠硬度相媲美 在玛瑙的雕刻创作中 还有素活和雅活之分 素活它是主要表现的是 器皿类的 就是盆面玩玩罐罐 包括花絮类的 要求它对称 圆和两边的配物 耳朵 都要是对称的 那么雅活它和它就不一样 是要根据原料的色彩变化 巧面的利用 简单来说 素活是玉文化中的一个术语 是由古代玉雕艺人 根据商 周 春秋 战国时期的青铜器 及有关器皿的造型 而演变来的 它有相对固定的造型饰养和花纹 反映的是中国传统的造型艺术 而人舞 花卉 动物等 相对素活来说就称之为雅活 曹老师擅长的也是雅活 玉雕讲究慢工出细活 所以曹老师刚刚出雕的八卦图 看起来不是太清晰 为了让我们能够直观地感受一下 马脑雕塑 他拿出了一件 基本已经雕塑完成的作品 这一件基本上马上就要完成了吧 对 对 这件很快了 就插着这个面目的细化 因为这是做的敦煌神韵 敦煌那是胜于唐朝 要把唐朝人那种丰满 而不臃肿的面容表现出来 像这个飘带和这个衣纹 可以说吧 在这个马脑雕里边 能把这个作品 雕塑这么薄这么精细 按说是一件很难的 因为马脑它有它的特性 它既硬又翠属于玻璃性质 稍一碰可能就坏掉了 宽窄吧 西湖就做到极限 再薄的话 抛光就没办法到了 这一件作品真的是要完成 其实还是挺困难的 从原料的选择 再到理念上的设计 再到把它真正落成这样一个作品 然后又去慢慢地雕塑打磨它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一眼 只需要一秒的功夫 但是要制作它 可能付出的心血 就很难用数字去计量了 是这样的 在复兴境内 留存着古时多个朝大的长城仪器 特殊的地理位置 也让复兴成为古时候长城内外 各民族相互交流融通的中心 设置组来到长城脚下的复兴 蒙古族自治县国华乡 这就是著名的白土厂关 是著名的明代长城的一个关口 明代长城的关口 您说的这个关口是哪边跟哪边中间的关口呀 这个关口呢就是在明代的时候呢 是北面是少数民族生活地方 南面是中原地区生活地方 所以是以这个为界成为一个关口 这个关口呢也是南北交往一个重要的门户 鲍老师说 他们当地人也称这里为双磅台 这两个土台是当时南北两个关口的瞭望台 那您为什么说它是个特别重要的关卡呢 它是北边居住的那些个少数民族啊 它就直接就通过这个关才能够进内地 然后在内地市场呢 它办完货物以后又回来还从这走 当年的关口成为贸易的圣地 文化交流的通道 从而增强了各民族间的团结 促进了各民族的文化经济交流往来 如今这里还住着不少蒙古族居民 在长城关口遗址上 就能看见他们的房子和田地 鲍老师也住在这里 他热情地邀请设置组去村子里看看 小曹 我介绍一下 这个地方是我们长城脚下的一个山村 一个非常美丽富饶的山村 这个山村里啊 人们过着幸福的生活 他们种植着很多的水果 有葡萄 有苹果园 有大枣园 还有黎叔园 这是一户普通的蒙古族人家 主人叫刘靖 他在长城脚下开了这个农家乐 供游客采摘水果 吃饭 休息 每到周末 他家里的兄弟姐妹亲朋好友 也会聚在这里热闹一下 爷爷好 爷爷好 独自温主义 四世同堂 四世同堂 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阿姨 这是老人的大儿子 老人的大儿子 这是儿媳妇 我是老二的媳妇 二媳妇 那这是现在是最小的是吗 这是我的小妹夫 还有几位在厨房里面忙活着呢 刘靖下的新房盖了三年 温馨整洁 他和丈夫也是在这里结的婚 收到蒙古族的聚会 就自然少不了歌舞 年纪最大的爷爷率先唱了起来 好听 爷爷 这歌里唱的是什么意思呀 尊敬老人 尊敬老人 还真是像那句蒙古族的谚语所说 三人行必有歌者 转眼就到了中午 刘靖告诉我们设置组 厨房里现在正在烹饪着 很有特色的蒙古族美食 做那个蒙古馅饼 这都已经备上料了 这就是做这个蒙古馅饼的所有的东西了吗 对对 韭菜鸡蛋 这个是羊肉芹菜 羊肉芹菜 对 面粉呢就是普通的面粉 就是普通面粉 其实这么说呢 我倒没觉得好像这个蒙古馅饼有什么不一样 但是大家都说这个特别有蒙古族的特色 对对 是本地一定要吃的蒙古族美食 制作蒙古族馅饼和面很重要 500克面要用400克温水 和到用筷子能挑出长条 又不粘盆 这样和好的面包起来很需要技巧 蒙古馅饼是早在400年前的 它是从草原文化 变成这个能耕文化的时候 就出现的这种馅饼 这个馅饼在国内来讲 唯独在普新有 别处没有 别处有的那是普新人带出去 在别地方捞饼 饼 鲍老师说 蒙古族馅饼是明朝暮年 蒙古族蒙古乐金部落 顶居辽宁复兴地区后创制的 明末清初 馅饼面食从民间传入王府 由干烙水烹改为用豆油煎制 并用白面做皮 成了王府中经常食用的美味 它以面稀皮薄馅细为特点 由于面非常稀软 包饼均匀不露馅 可是个技术活 我刚才看着软 但是没有想到手感是这样的 就是你发现你根本拎不住它 必须要用这个干面粉 然后让它才不粘在手上 拍成一个面饼的样子 然后给它包点馅 聚笼 把一块聚 团 对 对 一边团 一边 这个面呀 真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 像包包子一样 就是你能揪起来一个面边 给你把馅包进去 你看我这个有点 现在有点荒芒 不行 我交给你 你看看 真的是很难做 非常难做 面应该多放一点 因为它的面细 陶鼠琴说 蒙古族馅饼是蒙古族人家 招待贵客的主要食品之一 每到蒙古族家庭做客 他们以馅饼这种面食 作为最好饭食招待来客 烙饼时要掌握好火后 开始时火力要大 接近熟食改用微火 经三番凉烙后 饼皮鼓起就熟了 当地蒙古族啊 在这长城脚下面 学到汉族层中的 那个种植能业的那个技术 所以开始种一些个早熟作物 薯子 用薯子面做这个饼 这是两个民族的这个文化交流 也是两个民族之间的感情的交流 烙好后的馅饼形如铜锣 外焦里嫩 香味扑鼻 陶树秦又给我们做了一些 有当地特色的传统美食 不一会儿功夫 一桌子踩就已经做好了 那其实你们生活在长城脚下 这么近的距离 心里面会跟别的人 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 最大的感受就是 生活在这样的地方 是山清水秀 感觉到空气非常好 有生活 地狱延年一寿 那您呢 鲍老师 我觉得您跟好像阿姨啊 还有大姐啊 他们感受更不同 我也是童展 在这个长城脚下生活呀 是生活在一个祖国大家庭当中 各个民族啊 都是互相和谐地 这个相处在一起 对自己家乡是非常热爱 生活在长城脚下 让这里的人们 对家乡都了一份自豪 而数千年的长城文化 也深深地融入了他们的生活 千一幕化的影响者 改变着一代又一代人